中国强大强大到什么 太空竞赛 其实事实上呢 这个国外都在看 不用再讲 都把它视为是什么 全方位的威胁 就是美国这边有这样子的看法 但是呢 刚刚亮哥有提到的就是澳洲 冲到前面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呢 要搜吗 不过你说 吉内亚因为他们发生了政变 有冲击到提供的铝供应 让大陆就赶快想办法要找 找什么 谁来代替呢 找澳洲啊 大陆找第二大出口国澳洲来买 把它补上 因为对大陆来说它需要 需要的话就灵活一点啊 澳洲跟你关系 现在搞得这样子紧张兮兮的 没有关系啊 我们就是还是跟你澳洲购买嘛 那问题是 那现在澳洲呢 澳洲会不会就开始 真的也要做调整呢 因为北京现在要加入CPTPP 加入的话呢 要怎么样 澳洲来助政 所以就游说澳洲助政 那么中国驻盘培拉大使还说 中国啊加入CPTPP是可以带来庞大的经济利益的哦 那澳洲会不会就赶快 大陆都知道要灵活转向了 那是不是也应该要聪明一点呢 接大使 澳洲基本上就是跟着美国走的 他过去把他的这个政策 变成中国大陆感觉非常不友善 对 那么就是一种仇宗啊 对中国大陆也是一种意志的这种做法 那么基本上就跟美国走的 如果美国转向的话 澳洲没有任何理由 自己还继续单干 他根本没有那个实力 对 他不可能单干 他也会转向的 那澳洲也是一个民选政府 他现在这个自由党政府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啊 那也要看 因为这个再怎么讲 中国大陆是澳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跟第二大差距很大 那大陆对澳洲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抵制啊 基本上还没有抵制到伤到自己的身份 因为大陆还是需要很多这些原料 铁啊铝啊这些煤啊 当然他可以找到别的供应者啦 也不是完全一定是百分之百都要靠澳洲 可是我想去最后这个 靠澳洲提供这些尤其铁矿沙 也是澳洲的产品是有它的竞争力啊 所以大陆要制裁不会拿石头扎到自己脚的 不可能的 也造成自己的难关 制裁别人如果说没有制裁到别人 伤到自己都不好最好 所以大陆现在你看对澳洲的抵制大部分是农产品 那这些农产品的话 因为替态性也很高 那市场上现货很多嘛 很容易就移转 而且这些农产品啊 我们在贸易上有一个叫所谓的防疫检疫规定 就是说SPS 这个其实在贸易法里面啊 它的所谓的自由财量空间是最大的 那所以它在这上面 它比如说给你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关税 或者说一种禁运 它很容易找到合法的理由 也比较好做 倒是其他的这些商品的大的项目 你要转的话 那中国大陆需求量是很大的 那不过我想啊 这个长期来讲啊 人类社会都是往理性的 那么这种经济的往来 还是朝互利的方向走 那所以我觉得澳洲的基本上 美国转向了 澳洲一定马上转 转的会很快 因为它自己有它的利益存在 那中国大陆过去一段时间 对澳洲一起在这个酒类啊 在这个肉类啊 在乳制品啊 在这个海产品啊 像龙虾啊 也造成澳洲这些农业的这些 这些部门很大的伤很大的伤害 那你只看到澳洲这些政客嘴很硬啊 可是啊 那个他们自己的商人在流血 那我想这种问题也不可能长久的存在 不过讲到CPTPP的话 它的入会程序啊 跟加入WTO一样 它要跟所有的会员 既有的会员进行双边谈判 对 那所有的既有会员 他只要提出要给你的新入会员 提双边谈判的话 你就要跟他谈判 而且你一定要满足 一定要谈出结果以后 如果你现在CPTPP有13个会员或12个会员 那基本上你就有13个12个单双边谈判要这样谈 那会要花很久吗 有的时候会很快有的时候会很慢 那比较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最难谈的 基本上大概都是农产品 因为这里面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比较容易 因为大陆基本上这个农产品 它的进口的需求很大 那么也很容易满足这里面需要外销农产品 比如说越南的话 他可能就要卖你卖稻米给你 那还有一些 这些热带水果这些 越南他这方面他的成本很低很有竞争力的 那你要跟这些澳洲的话 他可能他就会 可是澳洲跟这个中国大陆 已经在这个RCEP里面 已经有一个有一个这个FTA的关系了 所以就说是不是会 是不是会还要在这个CPTPP得到更多的这些利益 要更多的东西 这个就不知道 这不知道 对开放 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大陆的酒 红酒 我记不得他这个这个是给多少关税 比如说我们台湾是20% 大陆在20% 大陆跟这个 他跟澳洲本身就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再加上RCEP双重了 澳洲的红酒进到中国大陆 好像是零关税 那同样可是呢 美国的红酒要进到中国大陆 因为美国跟大陆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那么美国就要缴那20%的关税 所以这个这个其实是影响蛮大的 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我们从贸易的理论来讲 他要加入任何自由贸易协定 这里面的会员既有会员 除非头壳坏去 应该都是欢迎的 因为中国大陆市场这么大 他是用这么庞大的市场来换取你那么小的市场的利益 你想想看 这个应该是欢迎的 除非我学族会去做梗的就是日本啦 因为日本的话基本上大概还是听美国的 那美国说叫日本出来阻挠一下 那中国大陆也是蛮麻烦的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加入的过程里面 既有的会员都有权利要求跟你谈双边协定 而且呢这是一个抢劫的过程 你不让既有的会员啊 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那个 你的市场开放程度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结束这个双边的协定 你就没办法入会 这我补充一下 杨哥还要补充哦 我要问你后面的 因为CBTPP有一条条款 就是故意来卡中国的 叫国有企业条款 这一条越南是有做出承诺 他说他会在多少年内逐渐民营化 那你觉得他进得了吗 越南已经进去了啊 没有 我说中国大陆啊 这一条他必须面对啊 这一条就要再谈了 那就是越南那时候法规调和做得很激烈 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就会比较 难度比较高 那王毅都要去出访越南啊 柬埔寨啊 新加坡 韩国啊 对不对 之前那个东南亚国家不是看到 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去出访吗 所以现在王毅是怎样要去洗了吗 破解美国重返亚太吗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实质的成果啊 亮哥 美国那个贺锦丽到越南新加坡也没有成果啊 所以他哪里需要洗呢 中国跟东盟本来叫东盟加一 CLRCEP 那他在整个东协的投资本来就很大 美国在东协的投资是很少的 所以这根本不是这种问题了 中国真的要处理的是 南海那些相关国家 那个南海行为准则可不可以赶快出来 是这种问题 经济的话我认为美国根本不是对手 是好 来先谢谢线上1.8万的朋友们 你们都按赞了吗 有吗 因为还没有完全的看到 这个按赞数有跟上来 但还是谢谢你们 大家继续按赞 还要庆祝啊 不知道庆祝什么 谢谢大家 刚刚我看到一个网友建议 网友建议什么 说我们三个人讲话的时候 画面继续停在 请教官身上 真的吗 只要播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讲到声音就好了 是啊 还是 哈哈哈 请导播固定留一个小框给我好了 哈哈哈 谢谢大家 大家是怎样 哦 秦老师真不错 哦谢谢你夸赞我的新发型 对 其实我平常 我平常私下都是常常这样 因为现在夏天很热 对 你看我是不是很照顾网友福利 有有有 谢谢亮哥提醒哦 因为我都没有办法 一一在这边看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那意思是说以后我应该要常常绑马尾了吗 哈哈哈 沐一星的感觉 啊 是是是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好啦 那赵兴 你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呢 这个要怎么看 你看好 刚刚除了讲到澳洲 又讲到日本 这都是跟着美国走的嘛 美日澳印 对不对 跨的 你说他们跟着美国走 结果这四个国家你来比 大概就只有日本跟美国 是比较走在同步 日本跟美国 那澳洲是走的比美国还前面美国 刚刚说要转换到澳洲 留在那边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那也得转换 对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大陆跟澳洲也不是没有在做接触 所以呢这中国大陆从个别的这个角度来寻求 这个毕竟是地缘政治 澳洲离中国大陆还是比离着美国要来的近的多 所以这个部分你说是不是阳奉英伟 我不敢这样子讲 但是澳洲一定也有自己的看法 那是 那再来就是说印度的话 他们这次不是视讯哦 是真的要在华府职位 所以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 应该算是他毕业旅行哦 那之前也提过嘛 所谓四方还想要plus 还想要加上其他的周边的国家 比如说韩国啦 比如说这个甚至隐隐来提到 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也跟这个有一些 这个我们讲说稍微暧昧的关系 但这都还是取决于所谓的 我们讲说战略上面的合作 可是呢在经济上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感觉只是为了去转移 这个阿富汗我在这个地方崩盘的一个焦点 去强调说我还是有这个能耐 让盟国对我表达信任跟支持 可是呢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 你到底要做什么 那我们就同时来看中国大陆 他也找了这个跟俄国 俄罗斯 伊朗 巴基斯坦 你要看到的是什么 你要看到的是日本 澳洲跟印度 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 印度在这个时候为了阿富汗的事情的时候 跟美国没有一致的立场 可是大陆跟俄罗斯他们没有 他们很明显就在阿富汗做合作 然后伊朗跟巴基斯坦就是阿富汗 在到时候就职的时候 会去邀请的六个国家里面的两个 那更不用讲巴基斯坦 为什么塔利班可以打仗打得那么赢 因为巴基斯坦有给予实际上的支持 空战 直升机 夜市设备 所以我们来看的是说呢 中俄组织的这个新四方 对于现在局势变化控制跟稳定的 那个实际的程度是远远大于美日印澳 讲的很虚无的什么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什么不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吗 最多加个日本 我真的不知道印度跟这个澳洲现在到底在这上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画虾的角色 就是资源的角色 就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了事情的时候 你飞机可以停在印度 船可以停在澳洲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角色 所以真正我们来看的是这个世界的变化的时候 中俄组织新四方这样的一个变化 远远大于就是华府在这边举行峰会的这个价值 是啦 还有所谓的什么金砖新五国啦 然后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还发表了谈话 甚至还说我要捐疫苗 人道援助嘛 既然一亿剂的疫苗要给发展中的国家 不断的强调要合作要援助要互利要共好 但话说回来那美国呢 美国总统的拜登现在当然也是众矢之地 尤其在美国也是饱受舆论的压力 尤其是在野党共和党真的是对拜登磨刀霍霍了 来看一下拜登 拜登呢当然你知道他现在眼看这个疫情不妙啊 所以呢当然也很紧张嘛 也很生气嘛 他就在那边骂那些不打疫苗你们怎么回事啊 他还说我们一直保持着耐性 但我们的耐心已经逐渐耗尽 如果你们拒绝接种疫苗会让我们全部都付出代价啊 当然所以他有做法了 规定所有的联邦雇员 学前教育工作者联邦承包商医护人员 通通给我去打疫苗强制接种疫苗 雇佣超过百人的公司要让员工接种疫苗 或者是每周都要做筛检 那可能啊 囊瓜的范围会有多达1亿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的确疫情不妙啊 美国确诊数突破4000万 好了但问题就来了 共和党不满意啦 众议员讲话啦 说你这样是违宪啊 美国的宪法有哪一条有这种规定 可以让你总统有这种权利的 诶建纳使 坦白讲叫他们打疫苗 我觉得拜登这样做没错啊 但问题是他们就在说没有这一条 你怎么可以用强迫的方式呢 这真的是两难啊 如果违不违宪在美国的制度里面 要最高法院来决定 那共和党要去提告 就说你这样子做是违宪 不过本来就是说你 宪法都是讲一些大原则 对那你法律执行面 它倒是一种限制性 都是一种限制性 或者一种前瞻性的 规范的一个方向 那所以说我觉得共和党 现在当然 他是替那些不打疫苗的人出头了 那美国不打疫苗的人数字 让大家都非常吃惊 这么一个国家怎么会有高达 40% 30几% 40% 40%以上的人 对疫苗采取这种 非常仇视的态度 而且明明有很多疫苗 而且他的疫苗 搞不好都是共和党选 那这里面共和党的这些支持者呢 或者说这些头头呢 带头宣传疫苗有害论 不准打 然后还有连口罩他都不让你戴 所以你说说进入21世纪 美国现在真的是丢脸丢掉全世界 大家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 以科学为基础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可是那么遇到这种科学防疫的时候 居然有这种义和团 还有这种大师兄 要用符咒来解决问题的这些 这些美国的21世纪的政客 所以美国的这次脸丢的很大 那问题真正就是美国这些人 就是不打 那你现在美国 尤其你是到美国 你打过疫苗多方便 现在最近我看一个报道说 在纽约到处贴小广告 就说在那个地铁上 你打疫苗的话 坐地铁都可以得优待票 就用这种各种各方面的诱因 让老板去打电话 可是美国人有人就不打 所以拜登 当然他也不是说 真正那么在乎美国人人命 而是说这个疫情一直 没有办法获得控制 而且在α病毒 μ病毒又出来这个情况之下 他也急了 因为最主要的 这种会拖垮美国的医疗体系 还有经济 最重要就是经济 所以这个拜登再怎么样一算 这个账都还是会散回到他的头上 但问题是这个做法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亮哥 因为我们说 美国一样是就是讲人权 刚刚一开始我们讲到 以前都很喜欢对着中国说 你要那个人权 但是自己也主张人权民主 这个时候却反过来说 你们到通通都去打疫苗 这个就让他们很多人就觉得说 打不打疫苗是我的自由 你这样做的话是变成什么 是变成是独裁者了吗 是变成暴君了吗 而且他都没有想到说 这个马上国会都要对准的他 对准这个拜登的政府 要去查该查的事 然后甚至还有说下个礼拜 周末还有人要集结 去抗议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 那这个节骨眼他在做这样的事情 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因为拒绝打疫苗的可能 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选民 是 那我现在要求你们打 那一定会有人拒绝了 而且甚至去打违线官司 比如说他是教育界 那你如果没有打 我不让你进来交 可以这样吗 或者是你是承包商 那你不愿意打 我不让你承包 那一定有人会去告联邦政府 所以就会有无数诉讼 可是这个在政治上 也帮拜登切了一条线 说我不是没做 是他们硬不要 所以疫情如果始终不能控制 不能怪我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这样就不要摔到我头上了 是不是 不因为他努力在做 我跟你讲美国确诊 已经超过4000万了 对 可是一届普遍认为还没有到高峰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没戴口罩的太多了 是 所以你打了 甚至你打了两剂也没用 因为没有戴口罩 事实上美国到处都是 打完两剂 没戴口罩又再确诊的人 那 这种状况可能就会一直不断的延烧嘛 他现在每天的确诊数 还是有5万以上 那你怎么办呢 对拜登来讲就是我仁至义尽 我该做的都做了 甚至不惜引起宪法官司 可是这个疫情如果继续烧下去 那大家看着办 因为明年就要选举了嘛 对啊 政治上来讲 这个拜登我赚不赔啊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画面很经典 这个川普在阿富汗的问题 拼命的骂拜登 在一个共和党人的聚会 很hardcore的聚会 结果川普讲了一句话 叫大家去打疫苗 结果被大虚啊 对 川普这么大 他的偶像跟神一样被大虚 为什么 就是他的支持者 其实拼命的支持者 已经非常hardcore 就是反对疫苗 那现在拜登又被阿富汗问题 所苦的时候 他今天做这个东西 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 假设被反抗成功的 我没有责任 可是我今天做这个动作呢 我跟你讲 所谓的蓝红选民 就各自被强迫归位 因为你那个坚定的疫苗 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当时 拜登当选的一个很大的理由 所以我是逼我的选民 在这件事情上 跟非疫苗派造成对立之后 强迫他重新回来支持拜登 某个程度上 其实对于他去挽回 他原来的那个支持率 是有帮助的 文赚不赔 是喔 所以那就不管这些了 所以他也豁出去了 像福斯 其实很多媒体啊 支持打疫苗的人一定远远超过 认为他阿富汗表现很好的人 对 太多了 所以来啦 疫情实在太老实善良了 我就是老实善良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才了解我 所以网友才会一直要求 画面要在疫情结束 因为网友喜欢看老实善良的 的美女 对美女 谢谢谢谢 谢谢丁慧娟 斗内 感谢你 还有Bready Wang 还说头条开奖 勤教官好棒棒 非常感谢 谢谢 请问一下大家都有按赞吗 我还是要再继续问一次 因为呢还是有人没有按赞 所以这个按赞数还没有跟上来 希望大家赶快加油冲一下 好啦所以拜登现在呢 要向数百万美国人宣战啦 这个是福斯右派媒体提出来的批评 暴君独裁者 但是刚刚讲到重点了 赶快先来切割 划心界线 这样不要算到我的头上 这就是拜登的盘算 好了但是呢不断的在剑拔 对向了中国大陆的同时 哎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新政策出台 对不对 结果其中呢 中国游戏都要好好管一管 这个决定要限制一下 小朋友在网路游戏的时间 周末又到了 我们在线上的好朋友 家里有小孩吗 是不是真的都不太听话呢 这个网路上面的游戏 看这个网路不要太久 当然中国有限制 那么但问题是 现在居然有美国的家长都在讨论了 我们要不要效法 我看他觉得也蛮有趣的 因为没有想到会是美国的家长 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介大使你意外吗 其实就是说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的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主义 它发展到一个没有人敢去挑战的一个地步 也就是说你认识和社会 你要用这种 不管你有设定一个标准 只要对一种现象 或者一种流行去设定标准 在这个过去20年没有人敢做 而且这个政府基本上都是从俗 尤其是这个西方的都是从俗 他认为这就是代表进步 这就是一种社会的演变 可是他没有看到它的负面 那现在中国大陆这一些做法 就是比如说这个对于补教业 然后对于这个电玩 占据太多年轻人的这个时间 他认为它是一种电子毒品 是一种现代化青年人的鸦片 那从某种程度上 可能会得到很多共鸣 那西方媒体常常就要找麻烦 只要大陆政府做的事情 他总要找麻烦 可是这件事情很奇怪 Fox News很肯定 好几次都很肯定 可见就是说 我们可能这个整个国际的趋势 已经从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主导的 美国的意识形态 这种极度自由主义 放任社会这种 所有的这种行为的放任 这种政府采取放任态度做法 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 要开始已经在挑战 人类普遍的共同的一些价值 跟共同的一些道德的底线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做法的话 有的时候你觉得只要值得去做 你做的是出于善意 你是要给青年人 少年人叫他不要沉迷于这些游戏的话 你用公权力去做的话 有这个看法 有这个确信 而且有这个魄力去做的话 那么即使是像跟你敌对的社会的美国 也有很多人是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 整个国际社会在慢慢在转向 不过一个前提就是美式的价值 我想它已经走到极限了 那么其他国家还要跟着美式的价值 再走的话 美国社会今天社会的成人 就是摆在那个例子上 那任何其他的社会 以美式社会做一个模型 一个模型来学的话 我觉得应该看看中国大陆 你觉得该做的事情 对你的青少年有错你就去做 那我想这个也可能是一个 整个国际社会一同都在观察 也都会思考 那如果这个政策推行下去 那么做得很成功 那么我想的话 那中国大陆在这种观念社会制度上 它都会可以变成营里蜂巢的一个社会 这是创新啊 对 而且其实中国大陆社会里面 都是什么家里面宝贝的钥匙 这个家长都管不动了 那你家长管不动了 让政府来管这个造星 如果真的是 你的小孩的话 你自己做小孩的时候 你都会反抗 你自己做父母的时候 就觉得不错